可恶 我认为 你们观点完全是错的 完全错误 听我一一道来 好极了 你说你们女人又漂亮又美好 可是谁能听得起 容颜的衰老 你说你们女人 又娇小又可爱 可是谁能听得起 青春不在 你们女人的光景啊 就那么三五年 我们男人呢 越成熟越有男人味 对不对 你们男人经常 想好再说 不着急 你们男人经常 自己偷长 你们自己的小股金库 郭老师 你有这种情况吗 有 没有 台下的姐妹们 你们是不是有同感 他们男人 是不是经常偷长小金库 那你们女人 到底说这些是不是 你们男人为我们 你们男人为我们 想好了再说 想好了再说 不好意思 有点紧张 不着急 不着急 慢点说 慢点说 跟我说 慢点说 慢点说 一句句说 你们男人能做的事情 我们女人也能做 你们男人工作压力大 我们女人工作压力也很大 而且下班回家 还要为你们男人洗衣服作伴 姐妹们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他说男人在乎钱 对吧 我觉得这观点太不对了 有一个成语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还有成语 金屋藏娇 为什么呀 就是汉努帝的时候 要用这个金屋 把阿娇给装起来 正是为了让我们所爱的女人 更幸福 生活得更优雅 过得更安稳 所以我们这些男人 会努力工作 挣钱 对不对 对 我们女性是家庭生活里的杠杆 是整个社会和谐的柔顺记 你们男人 有些总是不支持女人 发展自己的事业 为什么呢 并不是你们 怕我们累着 怕我们轻松 说有些工作不适合我们 我们真的不适合吗 姐妹们 不是 你们分明是在 其实我们女性 就是男尊女卑 是重男轻女 看看 看看历史上的武则天 穆桂英 哪一个没有名流千古 哪一个不比在座的你们男性强 姐妹们 只要 姐妹们 只要给我们女的机会 我们就一定能够比你们男的强 对 历史上有很多的金国英雄 武则天 是唯一的一代女皇 穆桂英 杨门女将 大家都知道 舍泰君 包括舍泰君 从年轻的时候叱咤风云 尤其他最大的作为 他嫁给杨基叶之后 生了那些个孩子呀 哇 哇 哇